主料,花生200克,辅量,芝麻油,生抽,姜汁醋,红朵椒,白糖10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好水芹,准备好花生,花生用开水烫一下,捞几粒干水分后,入油锅炒熟备用,水芹洗净,截断备用,锅中水开,倒入水芹,超烫至颜色翠绿, 变软,捞起粒干水分备用,要一勺白糖倒入一大碗,加入姜汁醋,调匀,加入生抽,淋入芝麻油,加入红朵椒,调好成味汁,超熟的水芹倒入味之中,加入酥花生,拌匀,粘制10分钟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一,花生用开水烫火再炸,红衣不易脱落,二,凉拌芹菜桌水,可以去除部分好酸, 三,花生用糖醋制拌好,颜值时间不宜太长,以免影响口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